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没有了情感 所有人的行为变得整齐划一 因为没有了喜怒哀乐各种情绪 世界上到处都是一片死气沉沉的性冷淡画风 那问题来了 既然没有情感 人类靠什么繁殖延续呢 答案也很简单 靠国家指派任务 所有的适临女性都会定期收到受孕召唤 被要求去和适合配对的男性完成造人计划 因为双方都没有情感和情绪 所以既不会抗拒也不会感到害羞 对他们来说 完成受孕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是不是听起来挺荒诞 但不可否认 这样的人类社会非常稳定 唯一的威胁就是一种名叫情感爆发综合症的疾病 患上这种病的人会重新获得情感 威胁社会稳定 因此被查出患病的人会立刻被送到隔离区 接受电机治疗 病情严重的 比如陷入爱情 甚至会直接被安乐死 而我们的男主角就不幸得了这种病 他原本是个普通插画师 由于目睹一个同事跳楼自杀 当晚就做了噩梦 梦醒之后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 他意识到情况不妙 立马跑去求医 果然得了情感爆发综合症 好在发现得早 不用去隔离区 只要按时吃药来稳定病情 但是有了情感的人眼中看到的世界就再也不同了 于是很快 他的病就被同事们发现了 尽管这种病并不传染 但同事们还是不再愿意和他相处 只有一个人例外 这就是女主角 这让男主角想起来自杀事件的时候 女主角也在场 而且当时他的反应同样有些异乎寻常 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女主角 通过观察 他很快断定 女主角也得了病 不过没有去看医生 就这样两个有了感情的人走到了一起 他们开始频繁地优惠 交流感情 很快摩擦出爱情的火花 并做了爱做的事 而为了保护女主角伪装者的身份不被怀疑 男主角辞去了工作 加入了一个互助小组 这个小组里既有像他这样的病人 也有像女主角那样的伪装者 有个伪装者甚至还是在隔离区里工作的医生 在这里男主角得知吃药对病情毫无帮助 他要想和女主角长相厮守 就只有一个办法 带他逃走去没人管的一个半岛上生活 在病友们的帮助下 男女主角决定了私奔出逃 然而突然发生了两件事 打乱了计划 第一个是根治病症的药被研究出来了 不过尝到爱情滋味的两个人都拒绝接受治疗 第二个更麻烦 女主角忽然接到了受孕召唤 在孕前体检的时候 她的伪装者身份一下就露馅了 还被查出已经怀了男主角的孩子 直接就被送到隔离区 关了起来 好在隔离区里的伪装者医生救了她一命 让她和一名刚刚自杀的患者互换身份 掩护她逃了出去 谁知女主角一路跑回家 却扑了个空 因为男主角正好跑去隔离区救她了 两个人就这样完美错过不说 男主角赶到隔离区还被告知 女主角已经自杀了 男主角不知道伪装这个医生的计划 以为女主角真的死了 她心如死灰 为了忘却痛苦 决定去接受治疗 重新做回没有情感的同等族群 在影片结尾 男主角再次回到家中 看到女主角终于明白了一切的真相 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五小时后 她就将再次失去所有的情感 这个结局很像是科幻背景下的 罗密欧与朱利叶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 男主角仍然选择了和女主角一同登上那列 私奔的火车 用她最后的话来说 虽然我再也感觉不到了 但我记得我爱过你 至于后来 两个主角是否成功逃到了半岛 他们今后又将如何生活 影片都给我们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回看整部电影 这些拥有人类情感的患者们 和整个无情的世界进行了对抗 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纯粹理性的社会 根本是一种反人类的存在 那些从出生起就被剥夺情感的生物 还可以被称作人吗 或许理性是可以帮助我们趋利避害 更安全高效地活着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 存活从来都不是生命的全部啊 谢谢你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